皇上怎么有心情到大牢来 就是因为没有心情 才到这大牢里来 想找人喝喝酒 你就不怕我吗 怕你 既然楚夫人不是皇上抢进宫的 你也就不会杀皇上了 我不怕 你怎么笑这么古怪啊 我在笑 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啊 厚颜无耻 谁啊 你在说我厚颜无耻啊 堂堂大清国的皇帝 原来是这么没有担当 你这鬼儿玩磨脚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来来来 喝酒 你当然知道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楚夫人之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楚夫人又冒出来了 楚夫人的冤魂之道 别闹 别闹 别过来 楚夫人的冤魂之 楚天英 你明明跟我说 你跟楚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会儿怎么又翻供 你这个狗皇帝 你这是天底下最厚颜无耻的人了你 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人家 好 我不跟你说 真是狗咬吕东宾 不识好人心 他是个假皇上 他是个弃事 我不信 我听见 我听见 这皇上 这皇上回父司皇出宫了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这皇上是李世民 李世民 李世民 你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怎么把他给说出去了 我要是不说出去 你可不就没气了吗 李世民 小黑小白的师父 对啊 你怎么就那么笨啊 你没看见他演李世民演的那么像 李世民 李世民 浑身上下都是帝王之气 我跟你说 这可是天大的秘密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你 你真的不是皇上 我当然不是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见你第一回我就跟你说过我不是皇上 你就是不相信吗 他说我老公是个郎中 你没看我那么袒护你吗 因为我也是个穷人 天下的穷人是一家人吗 对不对 大哥 我 我真是有眼无珠 对不住啊 也不怪你了 只怪我老公演技太好了 把皇上都演活了 大哥 遵兴大名啊 诸鸿我的红 顶天立地的利 我跟你说过我的名字呀 我真是 我真是草包啊 不不不 我觉得 他是个好汉 嗯 这 这 非臣 宋文龙叩见皇上 平身 起来吧 谢皇上 宋大人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非臣已经接到刑部大令 将刺杀皇上的刺客 楚天鹰立即押赴刑场 凌迟处死 我怎么到这儿了 我去死了 凌之处死 我的妈呀 对 三百六十刀 看他还敢刑刺皇上 上 他不能死 这事轮不到我作主 行不回大令 肯定不能看着他送死 少阵侵犯 刺杀皇二人都得死 你不能救他了 我救他 咱们脑袋就得搬家 皇上有旨 赦免楚天英 臣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